各位评审老师好 我们是来自高雄市国立岗山农工建筑科三年级的学生 住院有张蕊如、陈建宇、蔡孟涵 我们的主题是 生命强邪奏曲、鱼鳞与藤蔓的转身 1. 动机与目的 随着地球暖化日益严重 各地气候变化剧烈 夏天时室外温度更是高的下人 因此我们以本校建筑科馆为例 而引发此构想 主要针对本校建筑科馆因东西晒 所导致夏天时室内温度过高的问题 进而去做改善 经一个月的实地测量温度后 发现早上9点因东晒后 教室内测的平均温度约为35.3度C 室外壁体平均温度更是高达41.4度C 下午2点测的室内平均温度约为36度C 室外壁体温度约为37.3度C 故造成尸身在室内上课时 有阳光直射 异常闷热 通风不良等问题 导致学生学习状况不佳 我们提出以下方案 希望能进而解决问题 问题1.阳光直射 改善方式 受东西晒的墙面上种植植栽 问题2.异常闷热 改善方式 窗户外加装木直垂直遮阳板 问题3.通风不良 改善方式 藉由遮阳板让风从空隙吹入 2.作品特色与创意特质 特色1.使室内通风凉爽 以垂直遮阳的木支架 阻挡阳光直射室内 外墙打造直升墙 隔绝大部分的东晒阳光 使室内有效达到降温的效果 特色2.使用环保绿建材 鱼灵灰 并使用本校学生研究出的环保绿建材 鱼灵灰取代部分水泥 颠覆了传统水泥因减度过高 而导致生物相容性差的缺点 并可将鱼灵灰撒在盆栽中 提高了与植物共生的可能性 特色3.美化环境与建筑物外观 使科管外墙达到绿建筑 增添绿美化 及改善建筑物立面造型效果 3.研究方法 1.发现现有问题 2.确认研究方向 3.提出改善方式 4.搜集相关资料 5.资料汇准撰写 4.依据理论及原理 传统水泥因减度较高 较不易与植物共生 因而利用本校学生研究处的 环保绿建材 鱼灵灰 经实验结果 7颗取代部分水泥 达到环保与节能的效果 鱼灵烧制后的鱼灵灰 所含成分为 氧 钙 磷 碳 钠 钠 钠 铁 钠 钠 钠 大部分为植物成长 必备的十七种营养素 其中淋雨 盖对植物生长 有极大的帮助 可以当肥料使用 既经济又环保 与淋灰 与林灰成分对植物质影响 零 加速植物生长 与林灰成分对植物质影响 零 加速植物生长 使糖类合成多 有利于花苞的分化与形成 与 综合植物体内的毒素 调整作物对其他养分的吸收 使植物生长旺盛 产量增加 铁 形成叶绿素的最主要元素 与植物生长有关的多种酵素 也以铁为活化剂 绿 促进光合作用 调节气孔张合 5 作品功用与操作方式 1 作品功用 受东西晒面之外 强打造一片直升墙 使室内有效足隔 阳光之晒雨 降低室温 不仅美观更具隔热与通风之效果 2 操作方式 将直升墙外推与柱面平行 使其于墙面相隔一小段距离 其中满有输水管与固定盆栽支不锈钢架 于墙面下方的水池 利用臭水马达将水向上运送至位于盆栽上方之衡水管 水晶油穿孔孔过的衡水管中 即可达到浇灌效果 6 制作历程说明 由此图可知 早上时间建筑物正面受东晒影响 造成室内异常闷热 木通风 因而引发此构想 在受东晒之墙面上利用直栽来隔绝阳光直射的困扰 并借由下方的水池用抽水马达将水向上运送至水管中 达到浇灌之效果 利用电脑模拟后显现出于原本的墙面多了美化外观的作用 当风吹入室内时 借由水池与直栽可有效降低室内温度 达到通风之效果